NSTP 05 Unknown 未知 項目等級 Keter 突出這種措施 項目被保存在5公尺乘5公尺乘2.5公尺的方形房間裡 由水泥築成 牆約50公分厚 並由一個法拉第龍圍繞著水泥牆 入口由一扇2公尺乘2.5公尺的重型門封鎖 除非刻意保持開啟 此門會自動關閉並且鎖上 安保守衛不可被安置在SCP 05 的房間外面 在可能的情況下 進一步建議做維護或研究其他SCP物體的人員 與此房間的集合中心保持至少50公尺的距離 描述 SCP 05 是一個自我保守的秘密 或者逆魔因 關於SCP 05 的資訊 比如它的物理外觀、本質、行為以及起源 都是自我隱蔽的 例如 賽十九起初如何獲得SCP 05 是未知的 SCP 05 在何時被何人所獲是未知的 SCP 05 的物理外觀未知 但它並非無法形容或者不可見 人們可以很正常地進入SCP 05 的房間並觀察它 書寫筆記或寄予遺心 畫草圖、拍照甚至錄音或錄影 在文檔裡有大量這樣的觀察紀錄 然而在人員進行此般觀察後 關於SCP 05 的物理外觀的資訊 會隨即從他們腦中泄露流失 儘管有研究員在監督這些測試 人員被派遣去描述SCP 05 後 會神智恍惚並對該任務失去興趣 被派遣去對SCP 05 的照片做書寫後 卻無法記住該照片的樣子 通過閉路電視攝影機觀察 SCP 05 的安保人員 在輪班後會精疲力竭 並失去先前數小時內的相關記憶 由誰授權建造SCP 05 的收容房間 為何如此建造該房間 以及上述收容程序的目的 都是未知的 儘管SCP 05 的房間容易進入 但是賽十九的人員在被質問時 均表示不知SCP 05 的存在 所有這些情況通常會偶然被該文檔的閱讀者 周期性地重新發現 造成嚴重情況 這種憂慮狀況在被遺忘前 至多持續數分鐘 大量關於SCP 05 的科學資料已被記錄 但無法研究 已經進行過不止一次的嘗試去摧毀SCP 05 或者把它從賽十九移動到另外一個站點 但是不知何故全部失敗 SCP 05 可能有嚴重的物理威脅 甚至可能已經殺死了數百名人員 而且我們還無從得知 顯然它具有巨大的魔因精神威脅 因此將其分級為Keter 文件 055 之一 一份對SCP 055 的分析 文件作者認為SCP 055 從來沒被 正式所獲 而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 或是被遙控的間諜 為了以下目的之一或全部 而被未知的第三方組織安插在賽十九 默默觀察或干涉賽十九的活動 默默觀察或干涉其他SCP地點的活動 默默觀察或干涉人類世界的活動 默默觀察或干涉其他的SCP項目 默默觀察或干涉 沒有任何應對這些潛在威脅的行動被提出 理論上這些行動也是不可能的 附入A 嘿,如果這東西真的是個逆魔音 那為什麼它不會消除自己是個逆魔音的事實呢? 我們肯定搞錯了什麼 等等,如果我們一直記錄 它不是什麼會怎樣 我們會記錄那些東西嗎? 文件 055-2 John Meracher博士的報告 編號1905127BXE 調查組 曾經成功進入SCP-05的房間去查明SCP-05的外觀 以及它某種程度上的本質 以根據專案方法論見 落下記錄 隨後房間再次被密封 摘入自一份人員任務報告的副本 好的 現在我將問你一些關於55號的問題 呃,多少號? SCP項目55 你剛才才調查過的 呃,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我不認為我們有個55 好吧,那麼 我想問問你 剛才兩個小時都做了些什麼 啊? 我...我不知道 好吧,那麼 你還記得我們都同意它不是球星的嗎? 什麼不是... 哦,對! 它一點都不圓 項目55不是圓的 所以你現在記起來嗎? 好吧,沒有 我就說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是我知道那裡有個東西 是某個你無法記得的東西 而且它不是個球體 等等,什麼不是球體 項目55? 項目什麼? 博士 你記得你同意過有什麼東西不是圓的嗎? 哦,是的 這顯示出可以記得SCP-05不是什麼 事實的否定 並且可能可以從這些記憶中 反覆推斷住它的存在 編號19055-127-BXE 調查的相關人員報告於中等程度的定向障礙和心理創傷 都與反覆記起和忘卻SCP-055有關 然而並沒有觀察到長期的行為問題或健康問題 而且對調查人員的心理評估顯示 這種精神痛苦會隨時間退移而慢慢消失 建議在每個重要站點都應配備至少一名能記住SCP-055存在的人員 以上就是SCP-055 簡單來說SCP-055是一個未知的物體 具有逆魔音的特性 所有記憶中關於SCP-055的資訊都會在短時間內被遺忘 即使派人去調查 這些人也會很快失去興趣 關於逆魔音到底是什麼 我在SCP-30C有介紹過 我一直都蠻喜歡逆魔音這個概念 而逆魔音部的故事系列之一 這裡沒有逆魔音部 也是我覺得很棒的一個故事 推薦大家去看看 之後有機會可能會做吧 最後久違的聊一下大特戶 其實在大特戶中 也有具有逆魔音特性的怪物叫Silence 這些怪物只有在被注視時才能被記住 當你一轉頭 你就會完全忘記了它的存在 劇中有用這種特性 營造了不少恐怖場景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來看看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按個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的SCP-055的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掰掰